平鼎山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7月8号发布 关于平鼎山示意中考点某考场考生达体卡被毁事件处理的情况说明 2020年7月8号上午11点25分 高考文科综合理科综合科目考试将要结束时 平鼎山示意中考点一考生突然情绪失控 先后抓自己右边后边考生达体卡 造成两位考生达体卡损毁 考场两位监考老师及时制止并稳定了考场秩序 示意中考点按程序启用备用达体卡 按规定补足达体卡被损毁的两位考生耽误的考试时间 两位考生将损毁卡的内容腾写在新达体卡上 目前平鼎山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 已将损毁其他考生达体卡的考生违规情况 上报河南省招生办公室将依规对该考生进行处理 以上新闻由南方都市报播报 更多精彩内容请查阅南方都市报APP 大 noun 大献 平股 大献